我军是世界上最具备主观能动型的军队 在数次战役中都能够在威胁到上街面临的情况下 自主行动打开战局甚至保护自己的战友 1951年的华川阻击战 就是我军历史上以此出色的自主行动战役 在这次战役中作为九兵团王牌的五十八师 主动掉头掩护友军部队撤退 和自身数量三倍的美军血战了13天 成功掩护10万支远军撤出美军的封锁线 用现出了6名1级战斗英雄和17名2级战斗英雄 华川阻击战和铁远阻击战 一起被世界各国称为二战后最精彩最惨烈的阻击战 今天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五十八师在华川和美军战斗的激烈场景 志愿军第五次战役发动时 自身补给已经严重不足 1951年5月 志愿军总司令部下领全体志愿军部队后撤 在美军的封锁合围完成之前 退出38线上的突出部 美第八集团军司令范福利特米瑞的发现了志愿军部队的部阻 于是边下领卫军利用自己的机械化优势紧紧咬住后置的志愿军部队 并且在各部队的撤退空腾区中凭借高级度优势来回穿插 希望将志愿军的撤退变成一场溃退 并且将志愿军合肥在临近江以南 华川阻击战和铁远阻击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打的 不过铁远阻击战的63军是彭老总的命令下 初次地完成了自己的作战任务 向全世界打出了自己威风 华川阻击战则是五十八师主动接敌 向世界展示了什么叫做会思考的军队 在华川阻击战打响的时候 五十八师正在按照原计划行军在撤退路上 突然听到了自己后方传来的 狂烈密集的炮火声 五十八师师长黄炒天意识到 是由美军的机械化部队穿插到了自己的后方 正在对撤退的支援军部队进行分割包围 如果五十八师不管自己身后穿插进来的美军 那么在五十八师后方还没有来得及转移的支援军部队 一定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而且这批部队大多数还是支援军的后勤部队 有大量的医护商员和运输人员 有大量的支援军物资一旦被包围 不仅这批支援军要面临生命危险 整个支援军的阵线都有可能因此缘起大伤 并且同属于九兵团的二十七军和十二军依然在和尾随的美军 第十军激战 一旦这支美军穿插完毕 那么这支美军就同样将会和第十军一起对九兵团形成包围 如果美军的行动更加迅速一点 那么早先撤退的支援军第二第三第五兵团 将同样面临被美军蒙头兜注的局面 黄朝天立刻发出命令 部队停止行军 回头在华川地区展开阵兴 阻击这支穿插进来的美军部队 这个时候五十八十的参谋们提出了不一样的看法 参谋们认为展开阻击可以 但是最好是在向上级请示之后再展开阵型 毕竟五十八师一开始接到的命令是撤退 现在回头阻击属于擅自行动 可能会引起不可预料的后果 命令参谋的顾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了五十八师的面前 还有两个南朝鲜委屈师 总计人数两万多人 是五十八师的三位有余 而五十八师 在阵线宽度近有二十八公里的华川地区 刚刚展开阵地 还没有来得及共助攻势的时候 第九军的新的部队 就已经冲到了五十八师的防线 战斗就这样突然之间打响 没有炮过的五十八师 用自己的血手之虚和手榴弹 抵挡住了美军装甲部队的冲锋 随后在一边战斗一边构筑战场攻势 五十八师参谋部采取了活力 前众后轻 兵力前轻后重的战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察近志远军后撤部队中的消息的 但是由于实在找不到可以抽空阻击的部队 彭老总正在焦急地调兵前将 这下五十八师主动接敌 反而是解除了彭老总的燃眉之急 彭老总赞扬道能打硬仗能突击 而且顾全大局作风硬好部队 五月二十七日第一天的战斗 五十八师就完成了顶住三倍于自己的敌人 还成功夺回了华专地区全境 为十二军打开了一条通路 二十七日夜间 更是解救出了一支三百多人的伤亡部队 并且进一步稳住了阵脚 但实际上五十八师要面临的险境才刚刚开始 弹药严重不足的五十八师的机枪弹药只有半个基数 海基炮弹只有三分之一 重火力武器更是 而且并且进行好尴尬 但是我们来到一个大阵的城市 都是为了华专地区全面的 如果我们来到一家里的城市 太阳了 今天我们来到一家里的城市 很多人都可以用一个石头 有多小城市 在一家里面的城市 有多大阵市 有多大的城市 美第九军对华川阵地发起了全面的猛攻 整个华川地区战斗的激烈程度 甚至超过了长津湖战役 黄朝天布置在防线上的两个主力团 仅仅在一天的战斗之后就伤马过半 58支不得不投入了自己的预备团 但是在阵线上的两个主力团 也同样发挥了自己的作用 美军部队愣是没有向58支的预备阵地踏出一步 伤亡惨重 不少阵地上的志愿军战士们 哪怕战斗到仅剩最后一人 也依然死战不退 从27日到30日整整四天 担任主攻的美第九军24师 在先头高地上没有前进一步 58支主力团的战士们 子弹打完了 手榴弹用尽了 就和美军展开入国 国舰筒班打翻火箭弹之后 拎着炸药包冲出阵地炸坦克 全部牺牲 重击枪排 打坏机枪后 拿起刺刀和普通战士们一起 参加白任战 传令兵们冒着美军航空兵 燃烧弹的轰炸 在阵地之中往来穿梭 在划船主风上 负责防守的部队 是著名战斗精雄 博广德的部队 他们和美军连战四支 在美军已经在山顶插上军旗 情况下 又将美军撞回山脚吃土 折断了美军军旗 到战斗结束的时候 博广德的部队 已经只剩下了四人 五十八支 全体血战四天之后 美军已经彻底丧失了 维坚支援军主力的机会 在美国人自己写的 朝鲜战争史中 他们这样记载 第一阶段的华川阻击战 二十七日上午 我们还可以说 我们在追击一群迷茫的 四处寻找出路的中国人 到下午 中国军队二十军一个师 就完全阻挡了我们 一个军的进攻 到二十八日的时候 第九军虽然努力冲向自己的目标 但是已经为时已晚 我们失去了赢得战争的唯一机会 虽然美军失去了自己赢得战争的唯一机会 但是第八军团军司令范福利特 依然不肯善罢看凶 他随即拿出自己的第二套行动方案 不过可惜的是 李其威否决了他的提议 因为范福利特的提议 在李其威看来风险太大 在范福利特的计划中 美军会复合一丝人船登陆 并且对志愿军的后方发动 海陆空三位议题的联合打击 但提前是 打开五十八师在华川的阻击口 否则登陆部队和工匠部队 都将成为在志愿军背后的孤军 在五十八师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 阻挡美军任务的情况下 以兴收缩部队彭老总 可以轻松地料理他们 不过 虽然李其威否决了范福利特的登陆计划 但如果范福利特能打开五十八师 在华川的阻击口 那么他还可以 八师 你 对 那 是 我 最初的战斗 到6月5日 58师已经陷入了断粮断蛋的境地 师长黄朝天下令 所有部队转入最后一道防线 第二天 向美军发现了凶猛的反冲击 成功又争取了一天时间 著名的杨根斯田 在一天以不足半数的编制 全建了美军一个人 为部队赢得了宝贵的喘息之机 到6月8日 范福利子的战略意图全部扩产 旧兵团全体撤退回志愿军大防线内 六使师接地58师 担任华川阵地的防卫 58师的全体直战员 圆满完成了阻击任务